家長開心帶小朋友到樂園玩溜滑梯 沒想到按照指示 手抱胸口溜卻受傷了 爸爸和小女童一人一邊 手抱胸往下溜滑梯 結果到後來小女童越溜越歪 撞到眼睛 嚇得媽媽趕緊暫停錄影 女童家長指控17號 帶孩子到嘉義這間樂園玩 當時看標示抱胸溜滑梯 結果卻受傷了 兩歲多的小女童 眼皮兩到一公分的撕裂傷 家長好心疼 但業者卻不理賠 家長質疑 難道沒有公共意外險嗎 只提供下次免費路緣 實在無法接受 讓家長欺詐了 在保險的認知上 在用詞上就是有不妥之處 這部分的話 我們會再去做一個 加強的教育訓練 開心帶小朋友到樂園溜滑梯 卻意外受傷 做父母的真的很心疼 只希望後續能有妥善處理 記者侯國文 嘉義採訪報導 訂閱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喔